目前郭台铭呢 他民调跌到只剩下8%了 那郭台铭有约要喝咖啡啊 第一时间呢 侯友宜一口答应说好啊来喝啊 那今天呢 这个柯文哲有被问到 他回应了 因为这几天他都不是 第一时间其实是发言人回的 那今天他亲回 他就说不用啦 喝咖啡都可以啦 只是自己发现说 一周行程都塞满了 所以他就提醒幕僚 不要在一周以前嘛 就把这个行程塞满嘛 完全没有转环空间啊 他说喝咖啡 我跟你讲大家都是朋友 本来就没有什么条件 轻松一点就好了 所以意思就说我想喝啊 但是喝不了啊 分身乏术都是目瞭害的啦 上志哥 不过我听说已经有电视台 不是中天啦 有电视台想要约 三只小猪喝咖啡了 对啊 就不是评论会做咖啡 我想谈一下民调 我想赖清德的部分 现在已经看不到稳定的 成长或者进行突破35% 破四成了 破四成了 我的设定我们原来都认为 它是三成五 但是现在如果破四成 我觉得这破四成多出来的 或成长的这五% 我认为主要还是来自于说 对于现在在野这三个人 一直搞不清楚 搞不弄清楚 真的我觉得一般的 即使是要想要下下民进党的 那六成选民 大家都真的那个失落值 这个失落值已经受不了 已经不理你们了 大概跑掉就正五%跑过去了也行 另外我觉得我想讲一下对郭台铭的民调低 这件事情我自己有自己的观察 我认为郭台铭的民调低有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 我想无论我们在所谓的蓝媒这里 因为绿媒那些都骂蓝不讲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郭台铭对我们最近 我们再思维一下 前瞻议题他有没有讨论 没有 云豹的能源议题有没有讨论 没有 也就是说郭台铭那里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或者是说 也不知道是问题还是他自己的 他们的人设设定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 他们还没有开始进行对于 大众社会 现在全台湾所有现在最热议题的 攻防或一起来参与 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 能源问题也好 钱家问题也好 很多也是柯P都自己就先带了 或者包括小新这里头 侯友宇这里也都攻 可是郭台铭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所以我认为现在在针对于没有参加 这种所谓的社会最热的最底层 大家很热议的 或制造媒体很热议的 郭台铭他们完全没有参加 所以郭台铭到目前为止 我们想象中的都 好像他没有议题 他都在讲这些比较高大上的金门宣言 包括等等 都是那些两岸和平美国的大格局 可是这现有的部分的这种 我们认为比较接地气的媒体公众 大家会有感的 或大家都在讨论的 他都完全没有参加 所以我认为他的没有参加议题 是其他现在民调低落的原因 那如果未来他开始参加议题呢 这一点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件事情 因为我始终觉得有一些 包括我自己在我的节目当中访问到的学生 我举例我昨天访问的学生 我很惊讶 一个三四十多岁的学生 我就问他说 现在四个人当中你支持谁 他说我支持郭台铭 我说为什么 他很支持他说 因为我有股票 他说我现在就要讲 我在养家 我准备要生孩子 但我很怕 他说这四个人当中 我觉得只有郭台铭可以有可能让我的股票上涨 我要讲说这个很奇怪 这个都不是我们在电视上在讨论一些议题攻防的理由 也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社会里头有一些 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非蓝非绿 或他也真的讨厌民进党 他也讨厌国民党 有那一坨人 我想我们在历届选举到去年年底选举 这一坨人真的有 而这一坨人当中 你说他很死忠就挺柯文哲 或挺郭台铭吗 没有的可是他们有一些对郭台铭的期待或想象 那么所以这个理由我认为这就是这个八趴在那里 不是用议题攻防 不是李燕秋所思考的那个东西 是我刚刚讲这些小朋友思考东西 不理性好现实 不是这就是他们很直率的思考 就这个部分 另外我要来谈的部分是柯文哲 我认为我在观察柯文哲这个下滑大家有很多的分析 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东西是 我个人这样看 柯文哲在这一个多月以来 他开始更多的在诉求绿白配 我的分析师认为他是对绿营那边有点招招手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第一个他绿白配 第二部分他跟郭台铭一直切割 他切割得非常凶 我认为柯文哲原来这支持率当中 我相信有一定 我认为有10% 我个人认为有10%的比例是蓝营这里 也许他不是那么绝对挺柯文哲 可是他蛮想象中的郭柯配 柯郭配或柯侯配 这种可能性的人 可是随着他现在一直在绿白配当中 有一点点有联合政府在呼吁 感觉他的频谱往绿那边靠过去了 然后你跟郭台铭又切得仿佛一干二净 这又使得某一些觉得认为 郭柯配或柯郭配 无论谁挣谁负 可能才有机会能够打败赖清德的人 在这个阶段就绝望了 一绝望当中你柯文哲 我们觉得你本来有机会 你都没有你不要了 那算了就没有 所以这些人要不就是说 去投侯有鱼 可是我相信这些人 如果当时没有支持侯有鱼 他们就会从柯文哲那边游离出来 可能继续再保持观望 这是我对于柯文哲 现在持续选票跑掉的 可能有将近这10%之内的原因 我认为是来自于这里 那让上次哥 我这边先插播一下好不好 柯文哲出手了 他表态以最开放态度 与各党领袖展开对话 我相信他有感觉 就我私下听到的部分有感觉 我最后讲一点是 对于现在我刚刚跟亮哥 我们都一直在谈的 对于两岸跟EPFA的危机 就我所掌握到目前为止 包括柯文哲 包括侯友怡阵营 包括郭台银阵营 目前对于这个压迫来的 目前大家都还没有准备 还没有准备 所以9月就要来了 可是各阵营都没有准备好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 就这 因为这个讲案紧张 就是赖清德去 就这两个礼拜的事情 可是真的是潮水般一波波涌来 我的信用都可以 闻到海风的咸味了 就那个东西已经来了 所以可能这个部分 在野阵营也要特别注意 否则如果你又没有准备 大家又看你 EPFA街都来了两岸 你们这三个人也没有东西 我们期待你的不就是要阻止你们 不要打仗 期待你们可以 你们这三个人 总之北京可以更好 更对你们好一点 或对我们有一点点缓和空间吧 可是如果未来 这个三位郭柯侯 如果还是没有真的坐下来喝咖啡 或参加某个电视台的三只小猪喝咖啡的话 我觉得当北京 北京不再期待在野党了 完全不期待了 把你们三个人都看扁看死 定案了完全都不管你们的亲近之下 我觉得在主会上最后三位三个人的民调 而三个人在野当中打败赖清德的气势 会更加雪上加霜 好 这次柯文哲今天在脸书上表示 他主张逐步降低两岸恶意螺旋 在没有预设政治前提的交流对话 与经济民生议题展开对话 为民求利 他会以最开放的态度 与各党领袖展开对话 抛弃旧框架建立新共识 亮哥 反应很快 他这个没有前提 他的用语跟赖清德一样 这样是没有用的 事实上就是要勇敢直接讲 何有余我认为讲法是对的 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公司 你没有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平台 你不会引起反应 事实上我认为民进党一定会在这一波里面 打出大家要共赴台湾的国难 那我跟你讲 你只要搭上了民进党这个车 那赖清德就赢了 因为你就跟他没有区别了 事实上这个难是怎么引起的 问题在这儿 所以刚刚上师兄讲的才会说 在野这三位 并没有看到即将来的贸易壁垒 ECFA 然后他们还没有提出对岸跟对策 没有 可是民进党一定是开始准备了 因为他知道他一定是站在被打击的那一方 所以他大概就会开始说说这个时候要团结内部 不要当中共同路人 要共赴台湾国难 他一定开始完这一局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跟进 那跟进民进党你就打不赢来清德了 就是这样 亮哥那从另外因为他说他要以最开放的态度跟各党领袖展开对话 抛弃旧框架建立新共识 那这个是不是也代表说 他的对话包括了侯友宜 但未必包括郭台铭 我就认为主要是郭台铭 因为他确实有感到一些压力 因为昨天我就听到了 就是他大概会在考虑要跟郭台铭见面 那今天就出来了 就是郭台铭整天都在那边 就在喊嘛 说你都不理我 你站在我的对立面等等 那他进门又不去 那进门今天 可是他现在喝咖啡是说我想喝啊 但喝不了啊 行程都满了 所以他改口了嘛 就是改口了嘛 他知道他这样搞民调会掉下来嘛 因为就是产生了一种厌烦的心理 所以你们三个都在那边高来高去 都没有进展嘛 我认为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打破 你一定要当政的这种心理啦 那第二个 比如说郭台铭就说先让大哥当事呢 那国民党就说我们是泱泱大党 那就不用谈了嘛 那第二个就是 你们真的在两岸的议题跟赖清德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不要再又面临了民进党下一波的文宣的造势里面 怕被扣上中共同龙人的帽子 然后又跟赖清德唱一样的调子 我认为民进党一定会玩这一局啦 就这个时候就要团结内部 不要再吵一些不一样的 那可是你刚好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你就输定了啦 因为两岸的议题是唯一可以产生外部的压力 逼你们三方做整合的动议来源啦 那你如果都偏向赖清德民进党那一边那还整合个鬼啊 就这样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维生素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酥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菌尔益生菌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菌尔益生菌